哈喽,大家好,我是金科 大家好,我是Tony 大家好,我是于夫 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一期关于 如何去DNV考驾照 就准备哪些手续 你知道哪些签证可以考驾照 旅游签证,留学签证都可以考 嗯,对,所以的,只要是 合法逗留的签证能够只有三个月以上 都可以考驾照 三到六个月吧,一半 这是第一个要明确的 这是签证也要18岁 嗯,当然,是 留学签证还是留学都可以考,也可以 但是你旁边要有监护员 有监护员的情况下它可以 对啊,一般来说很少有监护员 监护员没有时间去排准 那么也就是说,考驾照我们先要明确 只要合法有效的签证在美国 有留贵的签证都可以 留学签证,旅游签证 当然移民签证不用说了 都是可以考驾照的 这是第一个要明确的 就是哪些可以考驾照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 考驾照,要准备哪些资料 要去啥东西 不同的身份状态它准备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旅游签证,你就要去移民局的网站 下载一个I94表 这个I94表上面是输入你的副照号 你名字就可以把那个I94表就会打下来 它就会显示你在美国一个逗留时间 一定要把这个拿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前要准备的 那么你是拿的移民签证 比如说跨国公司 经理人,非得说 投资移民签证,非得说 亲属移民签证 这些都必须要有设案号 这是 要把设案号,通常你要拿的设案号 要登录美国 大概是两个礼拜左右 设案号才能下来,那么下来过后 就可以及时去 考驾照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要考试 哪些主题可以考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谈一下 去参加考试需要准备哪些东西 对,去参加考试的话 一定要先准备 笔试一定要先准备 第一个就是先要看笔试 笔考题 这个是在美国的朋友 洛杉矶的朋友 这些网上都有这个题 一定先要把笔考题先要背下来 它有中文版本也有英文版本 两个版本 用选择 根据你自己的语言能力 这是要看题 接下来就是说题看好了过后 然后去究竟的DNMV 然后去 可以往上预言 也可以去排队 这要看有一些DNMV 必须往上预言 有一些是直接可以去排队 那么就是这个也要去查清楚 先要 那么如果要输得要快 就找那个教练中介 就是架口教练 叫他们去 他给你排队的时间 能够更快捷 这是关于选DNMV 因为洛杉矶很多的DNMV 我们确定了某一个DNMV 那么接下来去现场 就要准备DNMV 有哪些呢 这个你办了很多 这样的首先像咱们刚刚讲的 I94一定要准备好 然后包括你的护照 不同的身份状态 在美国考驾的 它不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旅游签证 就是I94表 旅游啊留学啊 留学应该不是I94表了 也是需要的 包括移民签证入境 在没有拿到绿卡之前 拿到了深暗号的时候 也是需要I94的 必须需要这一个问题 他移民签证 他有深暗号 还要I94表明 还是需要的 因为I94表是表明你合法入境 与你身份状态无关 这是两个部分 对然后呢 还需要两个地址证明文件 就是咱们俗称的银行的bank statement 就可以有记版的 或者电子版都可以 因为上面会有你的地址和你的名字 还有租房合约 对租房合约 租房合约就是要 租房合约 对 不能省住还是分租都可以的 然后相对应 比如说水电器的这些账单也是都可以的 它只需要两份就好了 你只需要提供两份 因为你要提供水电器账单是很难的 对于一般的新移民来说 对 所以说来的 我建议就是登陆过后 第一件事先开银行户头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银行 这个statement就可以作为一个 地址证明的一个文件之一 然后再加一个租房合约 对 就OK了 这是就是我们要提供的 可以注释证明这两个重要的文件 我认为就是说 新移民登陆第一件事先要寻航开付 就是开付把那个地址留了 然后因为很尽快可以拿到一个银行的 地址证明 约解单 对 这是一个 二个有住房合约有这两个 是比较容易提供的 因为水电器 网路 账单是 麻烦一点 时间会久一点 时间比较长一些 所以说 在地址证明我们这两个文件 第一个身份证明 地址证明 还有啥呢 合法逗留证明 就是咱们 就身份证明 对 它会保留在里面 然后一定要带上您的护照 就是合法的ID 对的 把这些资料准备齐了过后 然后笔考题也确保 能够百分之百通过 因为你可以自己 自己考自己嘛 对不对 百分之百通过过后 然后拿着这些资料去DMA 第一次就可以 把笔考通过 就可以拿到一个临时的一张纸对驾照 对 旁边有 持美规驾照的任意一个人 你都可以开驾车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 一个路考教练 非得说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 你觉得你行没问题 也可以自己直接去考 不要教练也行 这就是美规考车的 那么通常都要去找一个教练 来熟悉美规的一些规则 因为规则 它有一些差异 对的 有一些细致性的规则差异 对的 而且美国考路考 它主要就是考你对 包括它笔试也是 考你对这个美国规则的一个了解程度 熟悉度 而不是要考你的技术 你考这好考吗你 还行 你考几次了路考 我考两次 但是路考还是要分人的 如果你遇见那种比较严厉的教练 你可能一个弯 就是一点点小错误 它都不会让你过 所以还是要有一个路考教练 去练个两到三次 练个两到三次 把规则熟悉了三次 我认为至少练个三次 然后教练说可以考了 这样你再去由教练来与路考 这样更能够确保 确保就是快速的通过 因为这个笔考的体 笔考通过 路考你们知道几次 考几次这个笔考就着飞了 知道吗 三次 对 三次 如果你三次没有过 这个笔考就要重新来 那么大有人在 而且很多老司机都是 考多少次考不过的 大部分路考不过的都是老司机 相对应的那些新手 因为规则 他同一开始学的是规则 更容易通过 所以我建议就是 一定还是要找一个教练 去练个三到四次 然后把规则熟悉了 然后去考证据一次性考过 当然洛杉矶的驾照考试 也有很多的外民学党 也有包括的 老美法人都一样 这个人性部分 总绰和国家 我说的 当然这些外民学党 大家不要去学 不查 一查出来 那都是一锅一下端 最后你还要列入一个合命的 这是关于驾考 路考 然后考试通过过后 因为教练这边 一学车直接就带上路 这时候规律也是不同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在考试过后 马上就给你一个真实的驾照 那个十一张纸子 大概是管个三个月 三个月 然后在这三个月之内 会给你寄一个那种 正规的那种卡片式 卡片式的一个驾照 然后你整个的一个 驾驶执照考试 还是比较简单 就整个就解除 然后你拿到那个纸子的三个月 临时驾照 你都可以单独去开车了 这是美规 关于驾驶考试 我们要给大家交代的一些信息 一些关键的信息 希望对大家参加这个驾照考试有帮助 今天关于驾照考试这样一个话题 我们就聊这么多 好那就这样 谢谢 谢谢